有看到標題都知道 我們今天要去廢棄的席院玩 有建議我上次已經玩過一次了 有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這次玩筆仙 不會用一般的方式 我們準備了一個東西 眼罩 給大家看一下 完全看不到外面的 我們等一下就會照著這個眼罩 進行筆仙的遊戲 那玩筆仙這個東西呢 很多人生病 中邪 不然就是折瘦什麼 哩哩哩哩哩的狀況 要注意不要觸犯到他的經濟 第一個 千萬千萬不要問有關於他的事情 包括他住哪 他幾歲 叫什麼名字啊 第二個筆在動的時候 千萬不要隨意的離開 手不要離開那隻筆 一定要順利把他親走之後 然後才能離開 嗯 不要怕欸 我保護你 你才會怕欸 OK那我們出發吧 東西南北上下的族遊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很正面的字了吧 對啊 寫一個 符之類的 矮 那我把這些 這些妖魔鬼 這三雞 不可以不喜歡 我們現在就是到了 廢棋的戲院門口 這一棟就是廢棋的戲院 好那我們現在趕快進去趕快 這裡好像就是戲院門 入口公室進去 我們旁邊 入口公室進去 有可愛的地方 這裡的鐵門也已經拉住了 欸這裡就是這裡 這裡好像可以啊 看一下 那邊屋敬如行切 太漂亮了 不然就在這個門口 然後朝這裡玩好了 你覺得這裡氣氛怎麼樣 哎呀 蠻有壓迫感的 好 OK那我們今天要開始玩了 玩聲音 什麼聲音 你不要這個時間這樣好不好 壓力很大 那你覺得有問題 來喲 3 2 1 筆先筆先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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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先進出來 筆先進出來 請問這個世界上有外星人嗎 筆先進去 動腳 停囉 可以 看一下 他停在 可以跟是中間 所以這個意思是 不然我問清楚一點 李先 請問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有外星人 是嗎 等一下 這邊 他這個位置是可以的 對 這個位置是可以的位置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世界上是有外星人 下一位問題換你 請問世界陌生是什麼時候 你是動太快了嗎 我現在背景已經發亮了 我幫你量一下 他剛剛在這一區畫了好幾圈 這一區的意思是2122 3032 4042 51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15齁 還是全部加在一起 我回去想 拜託我再回想問題 你先不好意思 我想問說 你們幾位 你剛剛那裡是有線 有嗎 65 65 我這裡有65 不然你問下一位 那你想 今天幾號 李先 李先 今天幾號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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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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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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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7 7 6 5 5 6 5 5 7 5 6 5 我們那時候問完這個問題之後 就把紙燒掉了 也就是結束了這個遊戲 那今天我想要正成兩個方面來跟大家解析 第一個就是筆先回答我的問題 第二個呢就是筆到底為什麼會動 我現在講第一種筆先給我們的答案 第一題我們問他說世界上是不是有外星人 我覺得這個回答真的是蠻讓我意外的 他也沒有回答到什麼姓氏啊 或數字 或是回答到一些完全不相干的 他竟然回答在合意上面 蠻相干的 第二題我們問他世界末是什麼時候 是這個數字真的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我那時候研究了好多好多東西 密碼學啊 數字代表的含義啊 解夢這些 無緣無緣 看一堆完全沒有相干的 然後我把這個數字 當成b 當成per 或是當成abcd 拼在一起 就像這樣子 我會看不出有沒有什麼所以欄 如果有這種心頭腦的網友 可以幫我們解答一下 我也蠻好奇的 第三個問題 不是問他說你們幾位嗎 這個我也蠻shock的 他這個也回答得很精準 65嘛 所以應該就是代表65耶 第四個問今天幾月幾號 他不是回答我們一個白嗎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白這個字應該是沒有什麼含義了 有可能是 根本沒有筆先這個東西 我們的心理作用或怎麼樣 可是我回家查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五行還是什麼 因為我上網打白色代表的數字 網路上就說白色代表的數字是9 我就聯想一下 我們那天拍攝的日期 是5月4號 好像就很顯而易見 5加4等於9 所以他回到一個白 因為筆不可能在兩個點上 所以他用一個白 代替了這個9 但也或許是我自己 多做臉香 也有可能是巧合啦 下一個就是影片最後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人很不舒服 回到車上也想吐 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現在真的很想吐 剛剛走出來的時候 我還有點喘 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也是 我也有點不舒服 當下真的是有這種 強烈的感覺 然後那個問題 他是回答我們在P跟4的中間 他停在P跟4的中間 那時候第一個你想到的是 說4可能就是代表 做那個是不好的這樣子 那時候在開車 我們看到P打P打 代表讓車是停滯的意思 Stop這種感覺 他給我們的答案 大概就是這些解析了吧 其實我本來想問第六個問題 是NBA的總冠軍會是誰 但是我後來沒有問 因為那時候有想到 還有一個經濟 就是你千萬不能問 我們筆線任何是對你有利益的東西 一旦他那個東西對你有利益 就必須要以等價的利益 跟他交換 所以我一得這種冠軍 然後去買運財 結果這種獎 比率又是十幾倍的 讓我們就掰了 就是這種概念 再來我要跟大家探討 就是第二個點 筆為什麼會動 因為我們筆線的時候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你的手跟你的手肘 一定要懸空 不能靠在地板 膝蓋 腳的手 在這個懸空的狀態 萬一今天 我的手往右邊傾斜了一點 那是不是這個力就往右邊帶 欸 筆在動的這種感覺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又加上平常在文筆線的時候 會有心理暗示 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要到哪 所以到了那邊之後 你會不自覺的肌肉收縮 筆可能就停在那裡了 可是這個第二點是 不成立我跟阿金的身上 因為我們眼罩都戴上了 也不可能知道說 答案到底在哪裡是合適的 所以其實 這一個事情 可能大一部分是科學的根據 但是冥冥之中的 帶一些很懸的東西進來吧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這樣啦 大家可以幫我們看看 世界目的那個數字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也會繼續在研究 希望我們可以破解那一串 搞不好其實他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OK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一些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我們下次見 By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